內地造車身勢力之一的衛來汽車表示,已推出一個紙品牌,主打廉價車型,並計劃在2025年年底之前進軍美國市場。 衛來汽車董事長 李斌接受外媒訪問時表示,當前SUV 的需求很高,但也看得了人們對小型汽車的需求。 因此,衛來將推出一個紙品牌,所提供的汽車型號是為全球大眾市場設計的價格低廉。 他指出,兩年內會將這些小型汽車推出市場。因此,公司銷售的汽車數量將迅速增加,有希望到2030年成為世界前五大汽車製造商之一。 李斌談及電動車龍頭特斯拉時指出,特斯拉是一家壽人尊敬的汽車製造商。 衛來也從他那裡學到不少東西,比喻直銷模式和生產效率的提升。 不過,李斌強調,衛來和特斯拉是兩家截然不同的公司。 特斯拉專注於技術和效率。而衛來則是在強調技術之外更關注用戶。 李斌又稱作為一家初創公司,需要一些時間才能實現盈利。 在開發汽車和基礎設施方面,衛來已經投入了大量資金,將來也會如此。 但我們已經有了相應的計劃,一步一步地贏得利潤。 特斯拉花了十六年時間才實現盈利,對衛來而言,可能要快得多。 至於美國市場方面,李斌認為,如果衛來要在全球市場取得成功,便沒有辦法繞過美國市場。 他表示,衛來計劃在2025年年底之前進入到美國市場。 但美國出台的新法案使得外國汽車製造商的進入更加困難,對此衛來將保持密切關注。 衛來汽車早前剛公布9月的交付量為10878輛,基本與去年同期持平,同比增長2.4%。值得一提的是,今年第三季度。 衛來累計交付新車達3.16萬輛,同比增長29.3%。創下季度歷史新高。 稅信早前的報告表示,衛來管理曾重新下半年銷量10萬輛的目標,意味第四季銷量約6.7萬至6.9萬輛。 而衛來對於電動車需求相當有信心,因新產品ES7、ET7及ET5的訂單均相當強勁。 同時隨襲承押注件的供應有望於10月解決,相信供應端方面,可支持下半年銷量達10萬輛的目標。 MING PAO CANADA // MING PAO TORONTO